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胜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我们说晚年的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 上帝的爱改变他的生命 早年的绰号叫雷子雷公的儿子 脾气非常的火爆 晚年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爱改变他的生命 他甚至说没有爱就如同作恶 就不属神属魔鬼 没有爱在神的面前还想跟神祷告 跟神关系是畅通的 那个是欺骗自己 因此我们觉得神的爱真的是太伟大 愿神的爱如何改变约翰的生命 也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九节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胜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爱是从神来的 我们以前是不爱神的 但是神借着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就显明神是爱我们的 我们也被他的这一份赦罪之爱 所感动和改变 而成为一个愿意来爱神的人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如同在二章五节 约翰曾经说过的 那我们若遵行他的道 不去犯罪 去行义 那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 而这边约翰是说 我们若能够彼此相爱 那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约翰来讲 不犯罪 跟爱弟兄 是一样重要的 有人说我就是不要犯罪 我爱神 可是我却不爱弟兄 不愿意赦免弟兄 不愿意去帮助软弱的弟兄 任凭我 怜悯的心被塞住 约翰说这个跟做恶 跟犯罪 跟行不义 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约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不要这个 没有爱 还在欺骗自己 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 没有啊 他说这个就是在犯罪了 因此今天经文给我们很美的提醒 我们要像约翰一样 生命被上帝的爱改变 今天经文比较短 因此我们来做一个补充 啊 这边在第七节的时候说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啊 这边提到的认识这个动词 约翰一书 啊 用认识这个动词 Ginosko 高达25次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很多人在推敲 约翰写的约翰一书 是不是要针对一个叫做 诺斯底主义的异端 要来驳斥他呢 所谓的诺斯底主义 这个为什么会被叫做诺斯底主义 是因为他们强调 真正的得救 是要领受一种神秘的属灵知识 知识这个字的希腊文 叫做Gnosis 所以就被翻成诺斯底主义的 这个来源是这样 但是呢 Gnosis 这个知识呢 这个字在新约出现29次 那各位猜一猜 他在约翰的五个书信里面 总共出现几次 答案是零次 代表什么 其实代表约翰兵们要花很多的力气 去处理所谓的Gnosis 这个问题 但是呢 因为他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 出现了他的动词 高达25次 所以让人家去猜测 是不是 他要针对诺斯底主义来辩驳他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在约翰福音里面 出现的这个 认识这个字动词 Ginusko 高达57次 那难道我们要认为 约翰福音也是在驳斥 诺斯底主义吗 更特别的是 我们现在称呼 他是诺斯底主义 是现代人 在做分类的时候 而不是以前约翰时代 称对方 就叫诺斯底主义 这些异端也自称是诺斯底主义 并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看约翰一书的时候 尽量从他的 约翰一书本身的脉络 来理解他 以及从他跟约翰福音的关系 来理解他 会比我们一直花心思猜测 他跟诺斯底主义的关系 会来得更有价值 我们刚刚看见所读的经文 这种爱人爱神的提醒 其实已经在约翰福音里面 大量的出现了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爱 我们来祷告 主感谢你 爱是从你而来的 是你先爱我们的 我们是被你的爱所感动的 因此主啊 愿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透过我们效法你的榜样 为弟兄舍己 为所爱的人 付出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赦免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帮助 主啊让我们在爱人的过程中 更多的体会 你对我们的赦罪之爱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独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